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1号台风轩兰诺 9月2号下午5点 轩兰诺的中心位于浙江省舟山市诸家尖岛南偏东 预计未来三天 轩兰诺将先停滞或回旋一段时间 然后掉头北上强度再度增强 需关注轩兰诺可能在浙江近海快速增强的情况 长江口区杭州湾浙江东北部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沿海 及东海等海域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9月2号早晨 今年第11号台风轩兰诺 其强度已减弱为强台风级 预计轩兰诺将先在台湾以东扬面停滞或回旋 强度变化不大 3号起将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3号夜间移入东海海面 强度再度发展 有可能再次发展为超强台风级 并逐渐向浙江东北部一带沿海靠近 4号夜间到5号上午将在浙江近海海面 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趋向朝鲜半岛南部到日本本州岛一带沿海 中央气象台2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受其影响 9月2号20时至3号20时 浙江东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扬面 黄海南部 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 长江口区 杭州湾 以及台湾岛北部和东部沿海 福建中北部沿海 浙江沿海 上海沿海 江苏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 阵风9到10级 其中台湾以东洋面的风力有9至12级 阵风11至15级 薛兰诺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的风力 有13至15级 阵风可达16至17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